好了 刚才呢我讲完了R和L这两个音 但是这个时候我要讲重要的问题来了 R这个词不是说你卷就对了 有的时候你多卷了就是错误 OK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伞这个词怎么读 什么英语歌当中有一个叫伞啊 Umbrella 有这么一首歌的 对吧 但是很多人就把它读成Umbrella 舌头就卷起来 自然卷 他觉得这个不卷就不像美音 这就是你自己的体会了 英语当中这个词 无论音音还是美音都不能卷 所以这个词应该叫Umbrella Umbrella 而不是Umbrella 同样的道理 我有个主意 I got a good idea 你别说I got a good idea 多少人这么读啊 错 I got a good idea OK 掌握 好 瑜伽叫Yuga 很多人说叫Yugurt 那不就是酸奶了吗 所以这叫瑜伽 叫Yuga 不要读Yuger I want to do some Yuger 错了 那表示我要做酸奶 而不是我要去炼瑜伽 中国 中国人在读不好中国 你别说自己是中国人 OK 这叫China 不要读成China 确实是这样的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给咱们中国国家队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中国的体育代表队 那就是中国国家女子水球队 叫Water Polo 那我在做他们的培训师了 在整个这段过程当中 我教给所有的那些国家一级的国家顶级运动员 第一个字就是China 你别读成China 到了国际赛事当中 很多的老外 很多的一些外国的媒体 在采访你的时候 I'm from China It's not that good Right 所以说英语要beautiful 尤其中国要读对 好 Read after me China OK 世伯会怎么说 World Expo 上海世伯会 Shantai China 你别说Shantai China 不好听了 好 Gana Wana 很多团队读成Gana Wana 错了 Garter 错了 Method 这都是过犹不及了 所以要记住 叫Gata Method 方法 Self 这个也特别听到好多同学在说 因为我毕竟教了 在新东方教了16年 教了70多万的学生 这么多的同学 他们都在跟我说英文 我自然就找到共性的规律 这个是个规律 Because 卷舌 Because 还有一个贡献的规律 Oops 写这儿吧 怎么读 Wars 很多东西怎么读 Wars 错了 Wars是什么东西 能区别开了吧 Wars是更糟 Wars是过去时代的 是 Delicious 不要读成Delicious 舌头不能卷 Famous 不要多说Famous 都是错的 所以这一段的这一部分 叫做不能卷 而下面我给大家这几个词 牛了 这叫该卷的不卷 该不卷的卷 这是更高境界的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说一个人很有目的性 On purpose Pur 有卷声音 当然要卷了 但后面就别卷了 你非得 On purpose 两个卷就错了 Purple 错了 Purpose O Pus OK Enormous Enormous 卷舌 Mess Enormous OK 卷舌后面不卷 Enormous Nervous Vess Nervous Vess Gore 卷舌吧 Jess OK Gorgeous Modern 很多同学说这个词我不会卷舌 你看有二字母你怎么不卷 卷不出啊 Modern Modern 不要这么读 首先 Ma 嘴巴张开 Ma 后面要迅速回说 Dern Modern 它有个弹簧的感觉 Modern Modern 上海是个现代化的城市 怎么说呢 叫Shanghai It's a modern city Shanghai It's a modern city OK Modern 所以你看 卷舌在这儿 不卷在这儿 一定不能乱卷 很多时候这个词叫nervous gorgeous 全错 叫nervous gorgeous enormous purpose 所以这个东西很棒 Marvelous 不能叫marvelous 舌头一卷就错了 重要 这一页PPT太关键了 咱们大家好好的去 温固而执行 好 下面这一页 也是关键所在 在这个地方 非常重要出现了一个 怎么样呢 抵在上指根部 抵在上指根部 很关键 出现 Shift 和 Shelf 那么在这个地方 非常关键 就是出现了L 这个音 L 要抵在上指根部 Shelf Shelf OK 那么 非常重要 如果你把这个抵在上指根部的L 掌握了 前面这个音 和后面这个音 就能区别开了 对吗 一个叫Shift 一个叫Shelf 你看Shift Shelf 抵在上指根部 Chide 儿童总说 Child 所以说你这个L 一定要学好 学好了你才能分开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Hed 没问题 Held 抵在上指根部了吗 L 对不对 Met 融化 Melt Melt Bet 打赌 Belt 腰带 Belt Right Quit Quilt Right L 是吧 Die Dial 抵在上指根部了吗 抵上去 Sick Silk 说是丝绸的 Silk Right Wide Wild L Wild Right Wird 单词 World 这个词难了 Wir 卷舌 然后再抵两下 World World Right 所以这一组词很有意思 也就是把L 一定要掌握 而后面这一组词 也出现了 很重要的一个规律 刚才我们讲过 就是 当出现原因 再加上L 再加原因的形式 这个L要出现两个L 一个叫 复习一下 Dark L 一个叫 Clear L 清晰的L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词 电话 叫 Telephone 英式发音没有的 叫Telephone 每一叫Telephone OK 大象叫Elephant Elephant 你要不要多说 Elephant Elephant 英式发音 美音 Elephant 两种发音 Million Or Million 还记得吗 复习一下 相信 Believe 英式发音 Believe 美音 Believe OK 它又发出两个的 美元 Dollar Dollar Value Or Value 还记得吗 我们前面讲过啊 现在在复习 我的名字 William William 这种感觉 好 比例叫 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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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Elegant 很重要 对吧 Elegant 如果是英式发音 叫Elegant 但是美音叫 两个 Ele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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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国家 好像我们习大大也去过那个地方 然后呢 在南太平洋的斐济啊 很多很多地方都去了 一下子去了好多地方 澳大利亚西 新西兰 这个Fiji 那我也特别喜欢斐济这个国家 特别是里面的几个岛屿 我都有玩过 在那待了一段时间 我感觉到确实是度假天堂 里面很多的公路都是我们中国人帮他们去修的 所以 他们对我们中国人很有感情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新西兰怎么读 New 什么样 Zilland 你看到了吗 Zilland 如果你是发音 英式发音叫Zilland 没问题 但美音 它前面是有原因 E 后面有原因 E 两个原因之间出现L 发两个 Zill 陌糊的 再加Len Zilland 所以是新西兰人 New Zealand OK 美音 New Zealand OK 所以说小小的差异 能够能听出来我们的发音到底是否地道 是否完善 是否 Beautiful OK 所以咱们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 好 更多的我们再来学几个 All 再加卷舌 Or 你看 舌侧音 卷舌音 区别大大的有 是吧 Call Core Deer Deal Fall Fore Tail Tare Towel Tower 你看 是吧 就这两个音 如果分开了这样两组词 很清楚 Big difference Ball Boar Dull Door Dale Dare Mall More Pool Pool Wall Ware OK 好了 这是我给大家讲的更多的例子 回去好好的体会 卷舌音和舌舌音 不像我们想象当中一个勾 一个上勾 一个下勾之间的区别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跟大家讲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part 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呢 如果有更多的时间 其实我们大家真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练习 毕竟上课呢 我看不到大家给我的反馈 我希望咱们大家在屏幕那边 一定要认认真真跟我去跟读啊 这点特别关键 那么还是公布我的公众微信啊 求认证 咱们大家不要忘记搜索一下就有了 或者是扫描下面这个二维码 就到了我的公众微信平台 每天有大量的英语学习文章送给你 免费的 Totally for free 跟大家一起学习吧 很多人都在上面 当然我的有声微信课堂 大家可以跟进我的微信有声教学啊 叫秋秋voice上面跟我在一起学习更多的内容 我的个人微信 你要加上姓名职业和手机号来添加 我才有可能把大家加进去跟我们互动交流啊 秋秋课堂one 秋秋课堂one 这是我的微信号啊 掌握一下 那进入我的公众微信秋课堂之后呢 咱们大家记住可以有很多玩法 咱们大家可以回复数字 回复不同的数字啊 比如说回复一 我会给大家自动推送最值得英语学习的电影排名 啊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排名 我会送给大家 啊 回复这个五 跟卷夫学英语 是吧 很多同学特别是女同学 甚至叫辅女是吧 特别喜欢这个Sharlock 那当然跟BBC的卷夫学英文 你可以回复五来得到 当然呢 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部片子叫 萧生克的旧书 经典电影台词 我给大家汇总了 你只要回复数字八就好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回复一到六十啊 是点击率最高的 都是几万次点击的 一些非常好的文章 我相信这些内容对大家都好有收获 你现在加进去 你就现在可以收到 比如说奥巴马圣诞演讲 和英国女王的圣诞演讲 都是多好的素材啊 不仅有视频 而且还有中英对照的文字 这些东西我都是给大家天天都在做 我能坚持 你应该也可以 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就好 这是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OK 当然我特别喜欢叫电影了 我在我们的现在的在线的 骷髅的课堂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是语音板块 当然后面有时间的话 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特别爱的一个板块 电影听说教学法 很多同学在线下跟我一起上课 我的课一般都是六百人七百人 更多的可能一千多个同学一起上课 所以说呢 后面有时间的话 我工作稍微轻松一些 我会把电影课当中的一些精彩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在我们的在线课堂 好吗 大家可以回复时期 来看一些全国各地的同学 到上海跟我学习电影的 当时的一些感受分享 我觉得蛮有意思 也让我很感动 好了 最后一句话 英文是需要鼓励的 想学好语音吗 of course you do 但是你必须要hungry 你才能学好 所以有的时候动机很重要 动机有了 才会有激情 所以说 always be hungry for success 一定要为成功积攒能量 我们要渴望成功 才有达到成功的可能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有所收获 今天的内容 蛇色音和卷色音 学会了吗 I'm here not to teach but to share My name is William Thanks Bye